另外 欧巴马的新移民政策也引发不少批评声浪 那么究竟欧巴马的新移民改革方案 对在美华人有什么影响 我们的记者深入华人社区为您聚焦采访 欧巴马总统宣布的移民行政命令 会让一些没有身份的华人受益 社区人士也认为 这对很多华人来讲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有家人 有孩子在这边是公民的话 应该有机会给他在这边不要他们离开 给他们三年时间给他们可以工作 但是不等于是绿卡 欧巴马这次颁布的移民行政令 是美国移民政策近30年来出现的最大变化 那他申请过移民的都晓得是说 这个得到很不简单的 那很多人会很高兴 那对华人来讲 我相信也很多人在这种情形下会很高兴 会有这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有移民律师认为 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不需要担心 因为提出暂缓递解申请而暴露身份 新的移民规定也没有提到符合条件 但是已经有递解令的移民 来问我第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递解令 我都是先问这个 但是大部分完全是90都有 这样我就认为这种比较困难 赵文生也建议 即使没有合法身份也要报税 便于今后申请身份 这个是最有用的 你每年有报税 很多人说我没有身份 我为什么要报 但是在美国的法律 你有没有身份 你在美国赚钱 你就要报税 这是法律 如果是你有报税的话 你是好公民 以后第一他们有记录 第二就是比较好做的 社区人士还提醒华人 警方有不法之徒 以新移民规定为诱饵 诈骗钱财 新唐人记者安心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